不理這些臨時突發狀況 不要讓民眾覺得好像沒有人管的感覺 院長我想你是有心希望說交通可以變好嗎 讓全國的民眾在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以得到妥善的便利的交通 那我想你在剩下520之前的這段時間 你可以用什麼方式 讓你剛剛所講的這個交通可以變得更順暢 其實我們跟交通部這邊就現在手頭上已經在規劃 或是已經規劃 但是像您民意代表反映說希望能夠加速的 我們都檢討過 都能夠加速都盡量加速 或是把它計畫成績提高 讓它預算更有保障 用不同的方式來確保這些交通工程可以如期 甚至更快完成 部長 剛剛有委員質詢 你有講到這個蘇花改有要分三年 在108年來完工對不對 那你可以再簡單的說一下完工的時間嗎 一個是106年底蘇澳到東澳 是106年底 南澳到和平是107年底 那河中到達清水是108年底 前天就是3月16號 有媒體報導嘛 蘇花死亡12公里 3年死了7個冤魂 那院長你看到這樣的交通狀況 你有什麼感想 很心疼 很心疼喔 我想本期是跟你一樣的啦 那部長你認為這個蘇花改 確實還有中間還有一段路啊 像東澳到南澳之間 那麼在蘇花改裡頭就沒有列進來 那當然這一些叫公路總局這邊會透過所謂的監控 因為他有所謂的那個路坡的這種監控的系統 還有人的這種所謂應應的措施 去做速度的處理啦 那要不要就直接那麼納入 那麼做直接的所謂的未來的改善啦 這個我可以請公路總局再研究啦 所以你現在的意思就是 你也沒有把握可以讓這個民眾可以安全嗎 我想任何的道路都有它的風險 但是我們站在交通部立場 把風險盡量可以控制在我們的範圍裡頭 把它控制到最小啦 那個部長 我放這個板子你應該知道啦 了解 那我先問一下齁 那個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有一個全臺的十二條東西向快速道路齁 你了解多少 我想現在成為委員所提的啦 現在是四下七十六這一塊有一段 從臺十九線以西的部分 你確定嗎齁 西藍角的部分 我知道彰化西藍角的這一塊確實是 是還沒完成啦 我如果等一下打臉齁 看你回答有沒有錯誤齁 那個這十二條東西向快速道路齁 是幾年的時候開始規劃的 我想我大概沒有記那麼多啦 但是我確實也知道這一線確實要趕快做 這個是民國八十年啦 好伯春當院長的時候 國家建設六年計畫 民國八十年你在什麼職務 八十年的時候可能還在 不是在交通部啦 是在交通部嗎 也是在交通部嘛 八十年的時候應該不在交通部裡頭 但是也是在我們公職 擔任公職服務嘛 所以你看經過二十五年了 你已經從基層爬到部長了嘛 那我想這些交通問題 你應該是非常的清楚齁 那我再問你齁 那個2014年的時候齁 這個我剛剛講的十二條裡面的其中的台八十四 台八十四線通車嘛 就台南的部分啦 那時候你是擔任什麼職務 抱歉啦一下子記不得那麼多 你那時候是擔任政務次長啦 是 那你知道當時的媒體 是怎麼報導這條道路通車嗎 他報導是這樣報導 是北門疫情這一段 對 他是報導全台最後一條 東西向快速道路八十四線通車 全台最後一條嘛 所以他那時候報導 可能是 剛剛委委員所提的七十六線的路廊一直沒有定案 所以才沒有講出這樣的一個事情出來 那部長我再問你齁 你剛剛講說齁 沒有通車的只有七十六線對不對 那我問你 台七十二線是什麼原因沒有通車 抱歉啦真的不會記那麼多 我可能還要回去要翻一下資料啦 對 我跟你講齁 台七十二線是因為民眾有爭議 所以八十八年就核定取消了啦 所以這一段也是沒有通的啦 所以你剛剛講其實 如果核定取消了 那當然就不必再做出力了 那再來啊 台六十八線通了嗎 台六十八線 應該通了吧 台六十八線通了沒 因為有一些路線是交通部做 有一些路線是營建署做的 有一些是交通部做的 那個 部長 台六十八線齁 是今年底會通車啦 所以這麼好的資訊你竟然沒有掌握 這也可以算是你的證績啊 你竟然沒有掌握一百零五年底會通車 這個是你們內部給我的資料啦 是 所以你剛剛在講 只有七十六線沒有通齁 我就心裡很納妙 那 那個部長 是 那個台七十六線齁 是我們彰化縣偏臉地區 大家非常關心的一條道路嘛 前天你到地方上 地方也展現出 希望我們中央政府 我們交通部 可以盡速地來幫地方的民眾 完成這樣的訓練 那你去參加 你有什麼樣的感想 我想 張華我特別提了 西南角的地區 確實在交通的 鍛鍊的地方啦 所以在所謂的地區的發展上 或者是人口的外衣上 就變成加速了 所以這一部分怎麼樣 讓這個鍛鍊的地區 趕快把它補起來 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那七十六線 六十一線 還有包含七十六線的配套的 這種所謂聯絡道 怎麼樣盡速地去處理 讓整個 無論它的工業區 或者是它的精密的 這種所謂的工業發展的 這種園區啊 讓它可以活絡起來 這個其實是以交通要來帶動啦 所以我去看了一下的感受 就是說怎麼樣 盡快地把這個鍛鍊的地方 把它補起來 這個才是重要啦 那個 部長 你那天齁 在答詢地方 這些民眾提問的時候 你有講到嗎 這個案子 目前已經規劃完成 對 是在等待什麼 還評啦 所以我那天也特別 拜託縣長這一邊 跟委員這一邊 因為七十六的這個部分 那麼 如果說我們可以去做充分說明 那委員跟縣長這邊也可以協助說明 那麼地方的所謂急迫的這種需要 讓環民委員可以了解它的這個重要性 那對於加速 它環民的通過 讓後續的接下來的所謂規劃設計 可以加速的話 其實這是好事啦 部長 部長 你知道這個七十六線是 東邊是從草屯開始嗎 是 那是穿越八卦山 它是我們國內 第二條長的隧道嘛 八卦山隧道 八卦山隧道 這麼難的技術 你們都可以克服 那剩下將近二十二K的這個公里數 都是在平原上面 竟然會遇到這麼多問題 你知道原因嗎 我當然很清楚啊 因為事實上的話 地區上對於所謂 那麼路線的畫設啊 有方案一方二方案三 那麼也喬了很久 所以這種 這種所謂地方共識的這個凝聚 非常的重要啦 一方已經達成共識了啊 所以現在已經定案了 所以路線上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那個 部長 那你認為 520之前 你可以再幫這條道路 做什麼樣的事情 現在最重要的是環民要能通過啊 所以我們現在想辦法 那麼去說明這個道路的需要性 那麼我們對環境的衝擊 我們可以盡到最大的努力 做到什麼程度 讓環評委員可以確實了解 那麼我們的技術上 我們的工法上 怎麼樣去克服這個環境的需要啊 部長 你們提供給本席的這個 有一本綜合規劃書 這本你知道嗎 裡面有兩個方案啊 那你知道這兩個方案 大概是採用什麼方式嗎 我想我不會去注意到那麼細 那我大概跟你講一下齁 你第一個方案齁是屬於平面的啦 這個平面的齁 依照你們的規劃 可能要在114年才通車啦 114年 所以這個就是我寫的 民眾等了30年 那另外第二個規劃 採高價的 那高價的你們的規劃 那環面的時間如果是可以縮短 縮短通貨的話 後續的規劃設計其實以現在的這種技術啊 以論上來講只要 那麼找到好的廠商 那麼工作在施作的過程裡頭 我相信克服地主的困難不是大問題啦 市長 我剛剛有仔細聽很多委員在詢問 其實他們一直提出來的就是工程延宕 工程延宕嘛 但是我蠻欽佩你們的耶 你們61線在彰化的這個路段啊 工程進度都是超前的啊 你知道為什麼超前嗎 就是你剛剛講的嘛 以現在的技術問題 還有配合彰化線 它是平原嘛 它沒有這些技術 沒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來阻礙嘛 所以我認為現在76線還沒有完成的22公里 你們應該是可以很快速的來完成 我這樣講你認同嗎 我想只要環評通過 現在是環評的問題 環評通過 那麼總和規劃的過程裡頭 建設計畫裡頭 那麼怎麼樣讓期程來縮短 這個我想工程總局應該也可以了解到 現在的技術的發達 應該是可以盡可能的來做處理啦 那我剛剛有講到我佩服你們的地方 就是61線的進度一直在超前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我想61線的部分當然中間還是彰化的這一段 那現階段裡頭其實原來是有10標嘛 那後來有7標大概已經都完工了 剩下後面的這3標還需求再處理嘛 那原來的有一標 事實上的話進度確實成為委員所談的有超前 那這個只要客戶技術上的困難 那麼只要用地再取得 在徵收上沒有其他的問題 或許的處理上其實都就會快了 其實本席是希望我們部裡可以用在做彰化線 61線彰化段的這種方式來做76線 這樣子地方民眾就會認為說我們部是非常認真的 那我想我會在這邊再次跟院長的來說明 院長我今天早上是坐6點半的高鐵上來 那我現在要坐6點06分的高鐵再回到彰化線 其實我現在也是在擔心說我待會出了立法院之後 會不會塞車啦 我的心情就是跟你一樣擔心會不會塞車 但是我們都希望我們的政府可以提供給民眾 一個便捷的交通 一個可以舒適回家的這個交通啦 那我本席這樣講你認同嗎 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啦 好 院長 部長 我們一起努力齁 那我要趕快去趕高鐵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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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洪委員 謝謝張院長 報告院會交通組織質詢 以尋答完畢 本日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謝謝張院長及相關部會首長列席答詢 3月22日星期二上午9時繼續開會 進行司法及法治組之質詢 現在休息 謝謝 美味功勞 嗯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